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得奖的是 客家电视台小欧事件部 恭喜小欧事件部 第23届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奖举办颁奖典礼 今年共有117个节目参与评选 创23届以来最多 共有59个节目脱颖而出 并选出6名总评审团看考奖 以及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 年度最佳声音节目奖 影视类额少评审团奖 声音类额少评审团奖 年度最佳主题特别奖数位平权 以及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奖 与年度创新奖等七大奖项 今年我们有声音类的奖项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podcast的节目 来参加优质儿童与少年节目的评选 除了公共电视台 客家电视台 还有大爱电视台之外 也有商业电视台以及广播电台 还有个人的内容直播团队 来参加我们包括影像类跟声音类的作品的评选 所以今年的节目跟猜猜作品非常的丰富 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最佳人气奖 也就是有一个线上的影展 以及线上的票选活动 今年来自包括台湾在内世界各地的关心台湾额少节目的观众的投票 有超过一万人次 算是历年来最踊跃参与的一次 此外呢我们今年的最佳年度主题是数位平权奖 这个奖也是在希望能够提升台湾的儿童少年对于数位平权的意识 特别是在数位时代我们会越来越关注 包括儿少世代年龄性别还有族群的各种 在数位时代里面必须被看见被听到声音之外 他们的隐私权个人资料的保护也必须要得到重视 隐私内儿少评审团长得奖的是换个爸妈过几天 恭喜换个爸妈过几天 关系儿少视听传播环境的中佳宽评 连续第五年赞助活动 中佳宽评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凌也亲自出席 颁发影视类与声音类两项儿少评审团讲 鼓励从儿少视角出发 倾听儿少的声音 持续产出优质创新的节目内容 中佳集团其实我们全省有12家有线电视系统 那事实上有线电视还是如果根据调查 其实它还是合家观赏使用率最高的一个平台 那我不免觉得这么棒这么多的优质节目 如果有机会的话倒是可以放到 其实每一张有线电视台都有一个第三频道 公用频道 那我想这个可能可以跟没关基金会来做一些讨论 就是说让这些好的作品能够透过电视的平台 第三频道也能够在全省播映 那我觉得主办单位真的非常用心 就是说除了从成人的角度 也从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视角 那我知道这个儿少评审赔丽营呢 而且这个评审团呢 我们一共有30位来自国小 国中以及高中 幻哥妈妈过几天是一个透过社会实验 幻妈妈的社会实验 然后让小孩子去体验八天的不一样的生活 那希望能够解决家庭的亲子冲突的问题 那也希望儿少能够从当中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那在这制作的过程中其实非常的艰辛 然后也有很多的挫折 那很感谢所有一路陪伴我们完成这一趟旅程的 所有的辛苦的工作团队 然后还有主持人 还有最重要的是那六个非常有勇气 一起参与这一把自己的各种的可能性 把它展现出来 观察今年参赛节目 评审团表示影像类可在多元开发 制作剧情片类型的节目 而声音类可以发现今年题材相当多元 同时呼吁媒体多关注 并制播零到六岁学龄前优质儿童节目 我们如果是以影像类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类型还可以再多元开发 如果像今年我们看到的剧情片只有两部 那如果说能够在 因为小孩子喜欢听故事嘛 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多拍一些儿童电影 儿少的电影 那还有就是动画影机 因为这两种类型是孩子最爱看的 可是这是我们在这一届里面 我们大部分看到都是非剧情片的 我们知道它制作得很用心 所以影像类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可为 那至于在声音类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声音能够图像化立体化 这是它避走的一个趋势 那如果像现在我们也看到Podcast的有这么多这次来加入 来开始报名来参选 我觉得他们在题材上的创新让我眼前一亮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制播的品质也是大大的提升 所以我相信未来一定是Podcast的是绝对是可以更上层楼 但是电台有电台的优势 电台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说明的 就是我发现不管影视类声音类 他们青少年的占比太多了 几乎如果我们以学龄前来讲的话 学龄前的儿童节目 反而是串流平台跟Podcast比较重视学龄前 可是学龄儿童节目也是其次 最少就是学龄儿童 学龄前的儿童是我们很关注的 因为儿少节目的主体应该是在六岁以下的学龄前的儿童 跟学龄儿童七到十二岁 反而这两个类型的这两个年龄层阶段 是我们优质儿少节目必须加以投入的 因为这是他们非常需要 最需要就是影视来作为 或者是用声音来作为他们陪伴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必须要再加油 我期待明年应该会大有可为 梅关董事长罗世宏表示 非常感谢中家宽评持续赞助经费 让颁奖典礼年年都能盛大举办 同时也公布明年度主题为SDGS永续发展目标 期盼各类媒体能够制播与主题相关的 《优质儿少》节目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